話說有一天 就在多年過後的今天 我默然回首那一天 改變我人生的一天 我踏進了一個會場 事實上我硬邀了一個朋友的 也延後了很多時候 所以那個晚上我出現了 因為他給我的電話裡面 很凶的跟我說 阿貞拉 約了你那麼多次 你都不來 你來了 你不會有什麼損失 頂多就是一個晚上沒有了 所以我那一天晚上 做了一個正確的抉擇 我走進了那個演講會 所以今天我們才有機會碰面 我們人生就是這樣子 每天都是在做決定 每天都是在做選擇 那我參加國際演講會是我的選擇 美芬在上個禮拜邀約我 我問他說要講些什麼 他問我要講些什麼 我說我最喜歡講的就是如何做講評 如何做進階演講 他說針對我們的比較新的會友 讓他們一些受益的資訊 我說好 那我就來整理 看看是不是今天整個的內容對各位有所幫助 那也盡請各位給我批評指教 很快速 我要往下整 那各位不用急忙的去寫內容 因為我會把所有的這個內容都會傳給各位 那不妨你們拿起筆跟紙 寫下心中的疑問 那我們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可以互相交流 或者是之後也可以透過email 我們互相的來交換一些意見 好 我們往下看了 我的講題是經典的演講跟精彩的人生 我覺得日本的總會長 他曾經在一個大會上面有講過一句話 他說國際演講會晚如是一個人生的道場 我覺得如果說國際演講會是人生的道場 那麼我們在做演講的時候 就是在做我的自我的探尋 自我的修煉 各位同不同意 同意 你們知道我做過幾次的自我介紹嗎 不知道 最少五次 那每一次就每隔兩三年會有一個機會 到一個新的會裡面去做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都他們兩人前面的背景 出生背景 教育還有興趣都差不多 只不過裡面有一些人物有一些改變 這個君豪兄聽了就在笑 那因為我一路走來事實上 在身邊很多的機會會幫助人家去做演講訓練 因為經過我教練過的每一個都是拿高分 不然就是第一名第二名 但我呢卻沒有真正去比賽演講的經驗 那所以呢我今天的資料謹供參考好不好 各位一定要用心去想裡面的很多道理 我們來說國際性的全球最大的非營利性的教育組織 目的在訓練演講技巧 琢磨溝通藝術 發揚語文趣味 培養領導人才 所以我們Toastmasters國際演講會 不是只是在教你如何上台做演講 我們有一個團隊 不用關掉 這個都很夠亮 我們不要關掉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團隊來幫助你怎麼樣 把這個舞台準備好 讓你可以亮麗登場 這個是國際演講會是一個團隊的 那我們就是真的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看一下 按旁邊 按旁邊 有人問說 演講跟一般的說話有什麼不一樣 最簡單我回應各位 說話可能沒有目的 但是演講是有目的的 你有一個很特地的目的 那它是有影響力的 也就是說你要透過你自己的一個魅力 或者是透過你的姿勢 你的背景 然後發揮影響力 去影響 做一個正面的影響 很多我們說這個正面會影響正面 積極會帶動積極 所以我們整個的團隊在一起的時候 都會互相做影響 那演講是一個一對多的溝通 是一種溝通的技巧 我們溝通有一對一 一對二 一對多 一對多 這是一個一對多的一個溝通 我用很像 喔 呃 對不起 好 這是我心目中的一個經典的演講 我們看歷史上很多的經典的演講 他們不缺大概就是這一類型 有正面的積極的啟發的 那聽眾 我們在經典演講的時候呢 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說 我做完了這一篇演講之後 聽眾回家的路上 會帶著什麼訊息回去 他的人生會做什麼樣的改變 怎麼樣 就是說 聽眾將有什麼收穫 這個是我們第一要務要研究的 我不是說我愛說的 我的重點是在於 你會說什麼 你會吸收到什麼經驗 我講得精彩 聽過了 嘻嘻哈疼出來 可是他對我的生活有沒有影響 我是不是有能力去做到某一些我想改變的事情 這個就是演講者他可以去 這個經典的演講裡面都會有這一個特質 那字句之間會顯露出思想 感覺 痛苦 快樂 然後呢 想法跟情感的抵轉 進而會改變人生 我們說在演講的時候 或者是聽演講的時候 我們把眼睛打開 耳朵打開 我們也會開口動口 同時我們也要心打開 那最重要的就是真的是用心 熱切 珍惜 基本手冊的演講技巧 各位都知道 請問新的會員參加三個月以內的請舉手 還沒有參加會員的請舉手 我希望還沒有參加會員跟剛剛參加那三個月內的 基本上你們要就是請你們對自己有一個期待 有一個期許 我在未來的一年裡面 我要去研究這十個技巧 那最簡單的就是把十篇演講都把它做完 十個演講做完的時候 這些基本的概念都會演練過一次 你怎麼樣控制緊張 你怎麼樣很有架構性的組織 快速的組織 你怎麼樣言之有講重點 還有呢 你怎麼樣那個目的的屬性 我的演講的屬性 我到底是要啟發人家 說服人家 還是我要趕招人家 給予能量 還是說我是娛樂性的 說故事 有一天 有那個 就是說故事 娛樂性 娛樂性不一定要笑很舒服的作者 然後聽人家講過去 也是娛樂性的 還有告知性的 他講了這幾點 新的知識我以前從來沒聽說過 這個就是告知識 所以這個是那個目的的屬性 接下來我們會有機會去研究 怎麼樣用字潛詞 哪一些字句是寫的 是發表文章的 哪一些字句是用來做口語的 口述的 這個是有很大的不一樣的 我前幾天有幫一個 會友修改他的講稿 他的講稿寫得文章章的 我說你這一句從哪裡 是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感想 想法 我說這個有一點 那個感覺我沒有到位 他說我是從那個雜誌 我們的Tools Matters雜誌裡面 抓出來的句子 我說句子沒有錯 我說句子沒有錯 但這個是寫的 所以文字寫文字的 發表文章的 跟你口語的 是不太一樣的 我等一下會更深入的跟各位分享 為什麼 還有你的異陽論錯 講話的時候怎麼樣 注意到把那個情緒帶進去 異陽論錯 研告 研究告知 就是你怎麼樣去收集資料 去研究資料 然後把它整理 做一個報告 視覺道具 像今天這個就有用到視覺道具 有時候視覺道具不一定是投影片 有時候是真的東西 我們這些新的會友在未來一年 希望你們最起碼講五個演講 這樣子你多多少少都會有概念 這些技巧到底在教我們哪些重點 你怎麼樣去說服他人 你怎麼樣去激勵他人 激勵他人跟啟發他人又有什麼不一樣 很多人是搞混的 說服他人是怎麼樣 我們兩個的意見不是很一致 有一點爭議性 我的信念如此 我非常的堅定 所以我要說服你 這個是說服 感召不一定喔 感召啟發是你講的道理我都懂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 這樣透過這個演講 很有能量的怎麼樣 讓這個人回去他會動 他想要動 他想要做一個改變 我要改變 這個是感召啟發 這樣各位懂嗎 懂嗎 好 再往下 時間不夠了 然後起稿的三個知道的理論 這是理論喔 我裡面有講一些是我個人的理論 你們參考 要有三個知道就是你要知道自己的輕重 知道我自己的優點是什麼 我的缺點是什麼 我的缺點是我沒有辦法出口成長 我的缺點是我用不到幾個成語 缺點 我的優點是什麼 我的優點是很有能量 我很有動感 這個是每個人要自我了解我的優勢 還有知道要投其所好 知道聽眾他需要的是什麼東西 然後熟知主題內容 你不能掰 你要講的東西你要知道 你掰了人家會感覺得到的 內容的鋪陳的模式有這幾點 各位參考一下 你可以說過去某某時間如何如何 現在我是這樣子 我對於未來的展望是如何 這個是用時間的方式 還有前因後果 因為如此然後歸於這般 還有之前之後 最常用的就是改變 之前是這個樣子 這個樣子 我用什麼 我用了葡萄籽油以後 用了進口的 全部百分之百進口的葡萄籽油以後 是如此正版 就是改變 以前我都是在外面吃自助餐隨便亂吃 現在我自己下廚 這個是之前跟之後 還有問題即解決 哎呀 那個世界上發生這麼多的問題 民生有這些問題 解決方案呢 那他就可能用題來條列式的也不一定 利弊得失 利弊得失可能跟決定跟選擇有關係 例舉是我剛剛講的 好 好 理論 我們在演講的時候是不是有大綱 開場你一定是說我等一下要說什麼 跟各位說什麼 然後你就開始說了 結尾你說我剛剛說了些什麼 演講就是這樣子 You tell people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and then you say it and then you tell them what you just told 這簡單就是這個模式 但是呢你裡面的重點 你重點要講理由 理由呢然後你要舉例說明 舉例說明然後你再重複重點 我說為什麼演講要很常常重複重點 是因為你看書不懂的地方 你可以翻在前面再重新看一遍 聽演講沒辦法 聽過去了 如果你一直停留在剛剛的地方不懂 你就無法再往下聽下去 所以很多時候你那個重點在重複的時候 聽眾會很有怎麼樣 會印象更深刻 注意演講 絕對不要道歉 不要說啊 沒有我都沒有好好準備啊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喔 遲到了 哎我感冒 今天喔 我最近好忙啊都 我說哎呀不要道歉 因為這非常的不專業 我有加過幾個主管 一剛開始他們一道的時候 都跟人家道歉 我說No No apology No apology 不要道歉 還有不要語無倫次 你如果很緊張的時候你就笑 所以你沒辦法看得到我今天很長笑對不對 不要語無倫次再來 不要無中生有喔 亂講 你看這一個是什麼 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什麼 不要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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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ver give in 這是什麼 Churchia 這個呢 這是什麼 這個我們的Parent 領袖 他講的 I have a dream 好 再來 我也知道 接下來這個是我要結束了 因為洪琴已經起來了 他說其實這個是 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我們說Toast Magic 國際演講會是一個人生的道場 那每一場演講就是自我的修煉 那自我的修煉呢 這是公眾的溝通嘛 一對多 但其實你知道嗎 一對多 一對一的時候難不難 也很難耶 也是很難喔 那更何況說一對多 對不對 那一對一的時候你知道 我認為是這樣 我認為我很認真 可是別人說我是很嚴肅 這個沒有match 你知道嗎 算一樣的 你今天也講得很好 不一定喔 應該是什麼 別人 別人幫你講平的 別人幫你講平的說了算嗎 也不見了 也不見了 這個是大家 大家都有來深思一下 就我說什麼 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怎麼說 那還有呢 就是我做什麼也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怎麼做 而且呢 我說的 我做的 給別人的印象 是什麼樣的 這個才是最大的重點 好 最後呢 我想 說我所做 做我所說 這個是我們演講 在寫撰稿的時候 在背稿演講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方向 不要去講你不懂的東西 不要去講很深奧的東西 除非你非常的懂 就是你平常做了什麼 你深信不疑的信念 你想要分享的 你很 很享受的一些人生 你就把它題材拿出來講 然後呢 這個盡量爭取舞台經驗 那這個舞台經驗是無可取代的 沒有一個經典演講 一開始 第一次的演講 它就非常精彩 不可能 它都是經過很多的場次 所以呢 很簡單 說我所做 做我所說 精彩的人生就此展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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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